为什么饭店的酸汤鱼片那么好吃呢? 其实做法特别简单,你只要掌握好第一步 切鱼片可是个技术活 首先我们一定要选用黑鱼 刀往下按45度角,切成薄一点的蝴蝶片 实在不会切,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可以让鱼老板帮你处理好 然后再用清水清洗两遍,挤干水分 加盐,尿酒,胡椒粉少不了,再来点葱姜水 一个蛋清,用我两个爪子摔打一分钟 这时候我们再放淀粉搅拌,顺序千万别搞错了 最后倒点食用油锁住水分 水开下窝笋金金箍烫一分钟 垫入碗底,油热放姜蒜小米辣炒香 有条件的放一毛钱水 重点来了,调味只需要加入一包金酸汤调味酱 煮两分钟,再开小火,下入鱼片 焦做菜这么详细,真心的希望大家给个小红星鼓励 烧开后再用勺子轻轻的推动 去刮啦,鲜虾嫩滑,全家都爱吃